Hello 大家好 我是陈氏七 今天我们要来拆的是团团的新系列 叫做怪诞学院日 听这个名字看这个封面 有一种明星大侦探的感觉 感觉要开始剧本杀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 在这个学院里有哪些怪诞的人物吧 这一次是十个基础款和一个隐藏 看封面的话我对这个手 还有这一只感觉像是有弹簧的小鸡仔 特别感兴趣 第一个就拆到了我的学院款 它真的有弹簧 这一只叫做BB弹簧鸡 它的身份是怪诞学院的一年级新生 所以它对一切都很好奇 然后就不停的巴巴巴巴巴 大家都觉得它非常的吵闹 但其实我们的弹簧鸡 只是想在这个怪诞学院里交到新朋友 它的下面就是一个弹簧 然后还有这种仿木纹理的底座 脑袋上还背了一只可爱的小鸡仔 然后转过来看背后是一个 感觉像是坐垫 就可以坐在它的身上 这里还有两个把手 所以是不是跟它成为好朋友 就可以骑在身上了 下一个 你一定想不到这一只叫什么名字 它叫做学个铲铲 这一只团团是一个像小农夫一样的造型 你看通常戴着一个大大的帽子 里面还破帽而出 有一只小青蛙 然后它就是腾空的站在了一把铲子上面 然后这个地被它铲得凹凸凸凸的 旁边还有一个可爱的小篱笆 它叫做学个铲铲 不是因为它不想学习 而是只有它站在铲铲上的时候 它才可以获得学习的灵感 我觉得这一只还蛮适合放在书桌上的 我很喜欢它这个名字 这一只我很喜欢 它叫做布谷教室 这个教室就是怪诞学院的学生们上课学习的地方 它整体是一个亮面光油的感觉 你看上面的屋顶还做了这种木纹的雕刻 然后有一个小烟囱 它的身体也是那种复古的青绿色 上面有木纹还有小天窗 前面有一只布谷鸟站在它的手上 那一到上课的时间 这个布谷鸟就会开始疯狂的啄它 然后你看它的哭泣就说明我们要开始上课啦 这一只我拆到了学院路标 那这个路标呢是所有怪物学生在入学的时候一定会经过的 那想要进入校园呢 就要正确的回答出它说的三个问题 如果你回答错误的话 它就会给你一个错的方向 把你引入怪物的陷阱 整体的话应该是一个那种石头墩的造型吧 然后上面还有一些木纹的栏杆 头顶上还有一个小路标 这个石头上还长出了小蘑菇 然后它的双手捧着一只小鸡仔小鸟仔 哦 是我喜欢的那个手 这一只的名字你也会想不到的 它叫做首席厨师长 然后是这个手 所以它是一个手手的造型 然后这只手看起来是拼接的样子 整体是一个亮面光油的 然后你看它的底下还有一个小骨头 它是磁吸的可以吸在上面 今天呢因为是怪诞学院的开学入 所以这个首席厨师长啊很忙碌 他在苦恼做什么好吃的来迎接同学 同时他的身上还有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就是研究出一个秘密的食谱 因为他们的校长被食化了 需要靠它这个食谱来破解 这一只呢我拆到了学校的老师 猫头鹰教授 它呢是这个怪诞学院的百年荣誉教员 从它的这个大眼镜上就可以看出来啊 它对于工作是非常认真严谨的 那这副眼镜呢它是一个磁吸的配件 拿掉它就可以看到团团的小眼珠子 给你还是戴上哈 然后它整体就是一个猫头鹰的样子 亮面光油的 手手也变成了翅膀 然后还有两个小脚 背着一个红色的斜胯包 那让它非常头疼的一位学员 我们已经拆到了 就是这只BB弹簧鸡 就每天叭叭叭叭不停 然后还有一位它非常喜欢的学生 我们一会儿应该会拆到 这一只呢我拆到了斗牛首位 它平时其实非常的温柔 但是一旦看到了红色就会性情大变 你看它现在的鼻孔 两个喷射状的气物 显得非常的火冒三丈 头上的牛角呢也已经把一块红布给顶破了 应该就是刚刚看到了这块红布的缘故 转过来头上有一个包 这个包真的还蛮可爱的 然后还有创可贴 一条细细的牛尾巴 它最近呢非常的烦恼 好像经常会看到红色 那它看到的红色呢 其实是什么猫头鹰教授身上的小红包 这只超级成 这只叫做真子学姐 这个真子学姐怎么看起来憨憨的 像刘欢有没有 刘欢老师对不起 它呢是这个怪诞学院的优秀毕业生 特别喜欢看到小学弟们受到惊恐的表情 最近新被它盯上的呢 就是我们还没有拆出来的一位优等生同学 因为是真子嘛 所以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一头乌黑的秀发 背过来你看还插着一把刀 然后还有这种血迹喷溅的感觉 这是一个配件 要自己组装上去的 这只叫做饼妹园丁 它呢是这个怪诞学院的院花 同时也负责这个学院所有植物的灌溉 是一枚小园丁 那它最喜欢的呢就是这个小配件 怪诞学院的石团花 但是它今天过来浇水的时候 发现有一朵花花 不知道被谁给产出来了 所以它非常的生气 都从粉红色变成了深红色 它的头上呢有一朵这个花花的装饰 穿着一个小围裙 然后背后有一个蝴蝶结 底座呢也是一朵花花的造型 手里拿着一个还蛮复古 这种斑驳感的胶水壶 好最后一只了 应该是我们的优等生了吧 啊果然是一个小蜜蜂 这只叫做优等生B 这是那个蜜蜂的B 它一直是我们怪诞学院的第一名 整体呢是一个亮面的感觉 头上有一个黄色的小帽子 穿着亮黄色的背带裤 然后背后有一对大大的翅膀 手里拿着一封信 不知道是不是今天考试 我又得了第一名 它唯一的烦恼呢 就是最近来自 真子学姐的骚扰 每次都会受到严重的惊吓 好啦怪诞学院全员到齐了 没有拆到隐藏 实相怪校长 所以我就解救不了 就会校长啦 那今天的视频就这样啦 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